在充满竞争的舞台上 对手总是必不可少的 上一次我们做了高科技组的 42118那一辆大脚车 今天来做它的对头的大脚车 42119 MAX-D 来我们今天的主角 MAX-D 这一辆大脚车的盒子 已经在我手里了 那成品呢 已经是在这边了 那我们还是先从盒子来看一下 这辆车这个一看 大家都知道嘛 入门组的乐高科技组 这个轮子看上去转的还挺快 然后这边看上去 看到没 有一个类似悬挂的零件 莫不是42118里边没有的悬挂 在42119里边会有吗 我觉得似乎不太可能啊 转过来你可以看到 这一辆42119呢 依旧是传统的乐高科技组 A B两个模式 那今天我们来展现的呢 就是它的A模式 这辆疯狂大脚车里边的MAX-D 然后它的B模式呢 看上去 说实话 看上去可能像个越野摩托车 就那种四轮摩托车 但是 总看上去似乎又有点不太像 它这个外形 太太太太协议了 那来 我们直接来看成品 这个成品看上去 它的个头呢 也确实并不大 而且MAX-D这个名字 再加上它的外形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疯狂MAX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个感觉 那在每一搭建这辆车 光看外包装的时候呢 我们就觉得 它不会带悬挂了 但是实际装好之后 扯啊 这个悬挂 就是一个零件在这里模拟一下样子 看到没 一个罗文零件在这里模拟一下 然后前面也是 只是模拟一下样子 它其实跟42118一样 是没有悬挂的 这个呢 让我觉得 莫名的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 我 哎呀 真的一下子感到有些义愤不平啊 不过再转念想想 42118都没有的 42119 怎么可能有呢 毕竟两辆车同一价位 同一水平线上 不可能一个拥有更多的机械功能吗 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辆42119 它的动态表现 来司机 来 我们疯狂MAX的司机 准备好了没 上满上满上满 好 准备 出发 这一下撞的可真带劲啊 来看一下 不过这个车真的非常牢固 前面的前保险杠呢 是直接这个带孔梁连接的 所以刚才我们很重的装在这个门套上面 也完全没有事啊 来 我们现在把42118和42119的发条全部都上满 再来看一下这两辆车哪一辆能够跑得更快 来 出发 疯狂MAX一路往前 怎么回事 莫名其妙的两辆车就翻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MAXD的这一辆车呢 真的带有疯狂MAX的风格 一路往前狂飙跑得呢是明显比绝目人要快上这么一点 接下来呢是关系到大脚车荣誉的一战 我们拿42118和42119对撞看看哪一辆车更牛逼 好 我这里上满了 来 三 二 一 发射 哎 完美错过 重来重来 再来 把它上满 好 我上满了 三 二 一 发射 哦 撞好了 两辆车完全没损伤 把玩绝对可以放心了 那42118和42119这两辆大脚车的A模式 我们都已经玩过了 说实话 从他们的外形以及最后的奔跑起来的效果来说呢 坏雪更喜欢这一辆带有疯狂MAX特效的MAXD 另外42118这一辆呢 我觉得可能表现相对就一般了嘛 毕竟它的外观除了大脚之外 看上去就像一辆普通的越野车 而这一辆 对吧 怎么看都觉得很特别啊 但是呢 这辆车 它的价格跟42118是一样的 官方定价199元 零件数呢 跟42118也差不多 它呢 是230片乐高积木 总体而言 这次的这个入门款的乐高科技组呢 坏雪觉得并不算推荐啊 如果你想要玩乐高科技组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看一下那些大套装嘛 而这两个呢 只是适合拿过来给刚接触科技组的小朋友来进行玩耍 一方面可以让他们搭建简单的车辆外观 车辆框架了解用乐高科技组如何搭建一辆车 另外呢 AB两个模式的构造 也让他们可以有对于用乐高科技组搭车辆 可以有进一步的认识 好了 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辆乐高科技组42119MAXD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简单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